大家好,我是Andy良 我們現在在Andy良總部 因為我們之前有買這個舊手錶 A13探險家 我們就要來解說這裡面有什麼功能 它裡面有聽音樂,還可以看影片 還可以去那個跑步機 還有那個去散步 它會幫你測卡路里還有你的心跳 這個手錶超厲害的 A13探險家 然後這裡面還有可以打電話 要連藍牙 然後還可以看天氣 如果你連機手機的話 還可以播音樂 然後你按一下它就可以調表盤 調表盤 看你喜歡什麼樣的表盤 看這個金色的 閃亮的表盤就很厲害 然後這個手錶還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如說那個 可以看YouTuber 雖然螢幕太小 爸爸媽媽可能也不會給你看 然後 這個是我們去香港買的 香港那個地方是地區保固 所以我們只能 如果這個壞掉了 我們只能自己想辦法 不然你就要自己到那個地方 去香港那個地方去修理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保固 叫做全球保固 全球保固 全球保固是 比如說你在美國買的 就算在台灣也可以保固 比如說蘋果電腦 還有GoPro 你在美國買的 然後回到台灣 台灣壞掉了 你還可以去台灣的工廠去修理 那如果你去那個飲料店修 他不會幫你修 因為他不會修 像我爸爸他有去窩筋 所以他必須做到那個 這個手錶有運動的這個功能 跑步機 還有散步 他會幫你測心跳 還有卡路里 看照按你的大小或年齡 你的消耗的卡路里也會大不相同 比如說有人運動量很大 然後吃的很多 但他就不會胖 有人吃的很多 但運動量很少 他就會變胖 像我媽媽一樣 這件事絕對不能被他聽到 呵呵 然後這個手錶還有看天氣的功能 因為最近很少下雨 大家都在擔心下雨的狀況 所以大家也可以拿這個起來 看看裡面的天氣狀況是如何 如果今天下雨就代表運氣不錯喔 好 那就是我們這次買的華為手錶 啊 這是我們母親節有買一送一的活動 這是我跟Kelly媽咪的手錶 一隻要5990 因為有在買一送一活動 所以他就會送給我們兩隻手錶喔 各位請看 看起來有沒有很高級 然後買一隻手錶 母親節的時候 就送一個大禮包喔 就是像這種的大禮包 我也不知道裡面是放什麼東西 但我們馬上來開開看裡面是放什麼東西吧 開始 我們先拿出我們殺人工具美工刀 好 在哪裡打開 是不是打開了 要把它推開來對吧 那裡 喔找到了 謝謝 殺人工具美工刀任務完成 要把它收起來 OK 來 哇 看起來超級高級的 我們現在打開來看看 這是我們實用的 毛巾 喔我們實用的袋子裡面的環保袋子 希望大家可以不要一直用塑膠袋 用我們這個環保袋子裡面的顏色是很漂亮的深藍色 還有紫色 搭配的很好 先把它收起來 怎麼收啊 再把它放在這裡 好像都抹過 接下來拿出我們的保溫杯 它裡面是紅色的 是來測溫度嗎 喔裡面還有一個這個是怎樣 那個淨化的那個水源嗎 這什麼鬼啊 喔這 那個 如果有小渣渣的話 你喝下去它可以幫你那個 小菜渣的話 它會幫你拿起來 它不會讓你 那個 放到裡面的水裡面 喔 很厲害的保溫杯 再把它放進去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充 充電器 喔這看起來好厲害喔 還有鏡子耶 超級厲害的 我們買一個手錶 就送一個這個大禮包耶 太好了吧 觀眾朋友你們說對不對 買一個手錶就送這個大禮包 超級划算的 帶子特別大 袋子特別大 可以放很多東西 好 各位收起來了 然後買這兩個 還會送一個 旅行配件 旅行配件 好那我們馬上來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吧 哇 一個貨裝包 我們把裡面打開 裡面可能會裝很多東西 像是那個 哇 這個是 很大的袋子 裡面還有這個 這是放 放那個牙刷的 看超好用的 有兩個耶 超級好用的 這應該是小水壺 這是大水壺的 最後一個 裡面是放 最後一個裡面是放那個鞋子的地方 比如說你去那個 泡溫泉的時候 你可能會先把鞋子放在這裡面 以防弄髒 超厲害的旅行套組 而且這也是一個小小的化妝包 女性可以用的 還是可收納的 超容易收納 一個小小的包包 就收那麼多東西 太厲害了 沒想到買兩隻手錶 就可以送那麼多 厲害又好用的東西呢 各位觀眾朋友 可能覺得一隻手錶 兩隻手錶只送一個 其實是兩隻手錶送兩個 這個超級強的 一個母親節 然後這個 買一送一 然後又加這個 兩個大禮包 我覺得我們真是賺到了 所以華為是快倒了是不是 不知道 送那麼多東西 因為可能是母親節 要進那個 比如說有些年輕人 就會買這些東西 給父母親 送他們一個母親節大禮 像我還有寫卡片喔 厲害吧 這樣子多少錢 5990 這個價錢 超級厲害的 送那麼多東西 可是他好像還有一個東西耶 沒有啦 沒有了吧 欸還有 還有一個東西 你們大家覺得厲害了吧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手機嗎 應該不是 這是裝在手上的配件 比如說你可能在運動的時候 你邊運動還要邊聽歌 然後如果放在口袋 他可能會覺得太遠 就繫在手上 然後他就可以這樣 嗯 出動怎麼都沒工到 這有兩個 保護的真精密 把它打開囉 喔 這裡面就是一個裝手機的 還有手機護備套 超級厲害的 然後就像這樣把它穿在手上 可是因為我的手太小了 這是符合大人的大小定制的 超級厲害的 買這麼多東西 大家 就是 5990 超級厲害的 這就是我們的 華為的手錶開箱 那我們 那個以後會做這個 手錶裡面的特輯喔 就是裡面介紹裡面有什麼 結構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S3探險家 S3探險家 就是裡面有 有音樂 還有 可以運動 可是因為 這個華為的 運動種類有85種 高達85種 我們在上網已經查過了 超級厲害 85種欸 不知道有多少 我覺得應該有什麼 投籃的 還有跳繩的 還有游泳應該也會有吧 非常期待下次的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還有訂閱好 按鈴鐺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 華為手錶上的話 請大家按訂閱分享 還有按鈴鐺 下影片再見囉 掰掰